这几年来的事案问题是一再来团出 该议观众部補救生産台湘的减者 应该安全合理使用农业 偏偏使用未合准的药材 这几位消费者才安全来把关 同时都申请到台湘减政与所管管理 以及阿里山高山地三个正面的标准 关乎农业处标识 台湘农业残留检查无合格 违反农业使用应该准行属行的规定者 中医农业管理法第53条 出新代表1万5千块以上15万块以下的法款 另外 台湘如果已经前期 立违反食品有残留农业 也就是动物拥有限量 超过安全用品量质 中医照食品卫星管理法第31条第一行规定 出新代表6万块以上2万块以下的法款 都要出台湘地龙 偏便使用无定期还准使用 在台湘顶管的柚子并且合理和安全的使用柚子 生产安全的台湘産品 以保护生产者以及消费者的健康 依照台湘概念留标识 台湘農友检查无合格当中 常常看到无定期还准使用柚子的种类有 芬普尼 艾莎松 新莎蛮丁定 输药 漂便苏涌 依便使用 最近新闻中来行 加记关 彩虹伯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